明朝民间故事 木匠放生狐狸 回家途中狐狸托梦 到家就去隔壁偷吃鸡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年间 安县三湖村有个叫房三系的男子 他妻子刚生下儿子 就因为难产而死 家中只剩下他将儿子给拉扯大 此时的房三系家中只有他和儿子 没有个女人在家 日子过得很是艰苦 房三系在给妻子办完葬礼的那一刻 抱着嗷嗷待哺的儿子 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周围的邻居都看出了房三系的难处 而临时生前也经常和邻居互相帮助 人缘很好 几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小媳妇 就将房三系手上的孩子接过来喂奶 房三系觉得儿子没有母亲 是个苦命的孩子 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房有福 希望他的人生能平安顺遂 做一个有福气的人 房三系是个木家 为了讨生活 他只得将还未满月的儿子放在隔壁李沈家 哪里有花 他就先去哪里将花给干了 回来再买些特产和礼物打谢李沈 再不计就给李沈塞些钱 这样的话他就能安心去做活了 房三系一回家 往往已经是三更半夜了 还要去李沈家将孩子给抱回来 即便在迟 他也不能将儿子随随便便放在别人家 一来儿子从小失去母亲 若再见不到父亲心里很难过 二来李沈已经待了一天了 睡觉的时候应该让李沈好好休息 这天晚上房三系回家的时候 恰逢狂风大作 他看了一下天气 赶紧又去敲李沈家的后门了 门一开 是李沈家的汉子 他对房三系不满地说道 天天来敲门 这是你媳妇还是我媳妇啊 自己死了媳妇 能不能不要天天三更半夜 来打扰我们两口子休息 要不然你多去挣点钱 把我媳妇买去得了 哼 李沈的相公说完就想关门 却为李沈拦住 李沈将房三系的儿子放到他手上 然后当着房三系的面 打了自己的相公一巴掌 生气地说道 你说的是什么胡话 你前年生病的时候 到处找不到药 要不是房三系帮你上山找药 你今天还能站在这里 去年我从高处摔下来 都是他媳妇临时照顾我 你天天知道干嘛 切 李沈的相公嘟囔了一下 就回屋了 李沈连忙向房三系道歉 房三系倒是觉得 他给李沈两夫妻带去个麻烦 怪不好意思的 就抱着孩子匆匆回家了 他刚将儿子放到床上 就听到外面呼呼的风声 房三系忽然想到 昨天晚上洗的衣服还晾在院子里 雨都下这么久了 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湿了 就算是湿衣服也要先收进来 这风雨太大了 要是万一不小心 衣服就要被吹跑了 出屋子的时候 他看了一眼熟睡的儿子 没有被屋外的风给惊醒 于是他就出门了 他来到院子 将那几件已经变成尸骨的衣服 从竹竿上拿下来 一转身 只听惊邦的一声 他睡觉的那个屋子 一下子就塌了 房三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儿子还睡在床上呢 这屋子怎么就这么塌了 救命 快来救救我儿子 谁来帮帮忙 房三系立刻扔掉手里的衣服 在废墟里不断地 将地上的木头往外扔 他一层又一层的 将眼前的木头扔到另一端 在废墟里扒拉了好久 仍然没有找到孩子 就连孩子的哭声都没有 难道说孩子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吗 周围的邻居听到了响声之后 都撑着伞出来 他们透过院子的墙 看到房三系家的屋子倒塌了 就想到那个可怜的孩子 此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知道实情后全都跑去帮忙 男人扔掉手中的伞 和房三系一起蹲在地上找孩子 女人则撑着伞 将家中的火把点燃 然后帮忙照亮周围的环境 所有人都在努力奋斗 等雨渐渐小了 风也停掉的时候 天空已经开始泛白了 女人灭掉手上的火把 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可是他们在倒塌的废墟里 找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孩子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一个孩子不可能就这样停空消失啊 可事实上孩子就是没有了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房三喜跪在地上 不断地用头去撞地 头中悲哀地喊道 都是我 都是我不好 要不是我要收衣服 我儿子就不会无缘无故消失 我妻子没了 现在孩子也没了 把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李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让其他男子赶紧将房三喜从地上拉起来 房三喜家这几天是不能住人了 房子都成这样了 李沈将自己家的柴房给收拾出来 让房三喜暂时住着 房三喜自己就是个木匠 照例说 他的家被大风吹成了一片废墟 应该赶紧重建 可房三喜先后失去了妻儿 还沉浸在悲痛中 没有办法去想这些事情 只待在李沈家的柴房 每天脸色惨白 像个行尸走肉一般 半个月后 房三喜终于从柴房走出来 愿意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了 身心都一点点地开始恢复 就开始上山砍木头 准备将自己的家给重建一番 等他胡子邋遢地 砍着一块木头往家走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 哎呦一声惨叫 从他的身后发出来 房三喜扛着木头无法回头 他停下身子问道 谁 怎么回事 一个老翁从他的身后窜出来 一边捂着自己的后脑勺 一边示意房三喜和他边走边说 两人到了房三喜的家门口 房三喜放下木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赵叔 原来是你啊 我这木头太长 看不到后面 你的头还好吧 赵叔连忙摆手 不碍事 不碍事 我来就是想和你说明天现成柳家的活儿 可别忘记了 这个活儿可是你三个月前就答应下来的 前段时间看你出了事 也不敢来打扰你 现在生活慢慢步入正轨 先挣钱再说 你听赵叔一句劝 咱先把钱给挣了 你也还年轻 等挣了钱 再娶个媳妇就好了 房三喜听着赵叔的话 脸上又露出了愁容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过来 对赵叔说道 好的赵叔 我知道了 明天就出发去柳家 这段时间 让村里的大伙儿为我担心了 赵叔看见房三喜这么说 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说道 好好好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我还有事情 就先走了 明天可千万别忘了 房三喜点了点头 然后就目送赵叔远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房三喜就带着自己的工具箱 到了县城柳家 他到了柳家的门口 门还是关着的 他心想 一般这大户人家门口 不都是有家丁守着的吗 这大中午的怎么就关起门来了 真是奇怪 于是就前去敲门 有人吗 我是三湖村来的木匠 受赵叔所托 麻烦你开开门 房三喜侧耳倾听 里面终于有了急促的脚步声 是柳家的管家来开的门 管家一开门 就捂住房三喜的嘴 说道 须 别吵 轻一点 是老爷请来的木匠是吧 跟我走 别出声 房三喜虽然不知道管家在搞什么鬼 不过他想大户人家 有大户人家的规矩吧 于是便背着工具箱 跟做贼似的和管家两个人 捏手捏脚的往书房走去 等两人来到书房之后 管家才终于输了一口气 开始对着坐在椅子上的人放声讲话 老爷 之前说的那个木匠已经过来了 修房子的事情 您就吩咐吧 我先出去了 等下老夫人醒来 我还要再跟钱伺候着 管家走后 刘老爷赶紧让房三喜坐下 他对房三喜说 他家的房子 前段时间忽然倒塌 他母亲养了15年的那只波斯猫 被房子压在废墟里 找到的时候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所以他这段时间一直心情不好 还在悲伤中 休息不好 今天中午好不容易吃了饭睡着了 所以才大门紧闭 不发出一点点声音 就是那座倒塌的房子要重新建了 还好房子在后院的偏僻角落 李老夫人的屋子很远 不会打扰到他的休息 房三喜听了之后 怎么觉得这个情况 和自己家前段时间的遭遇那么像 只不过自己是失去了儿子 连尸首都没有找到 而老夫人是失去了一只波斯猫 听说这波斯猫也很珍贵 要不少钱呢 果然是大户人家 他连孩子都还养不起 而柳家的老夫人 为了一只猫要死要活的 人和人还真是不一样呢 房三喜结束了谈话之后 就被下人领到了 那座倒塌的房子面前 此时眼前已经是一片空地 垃圾都已经被收拾干净了 一些木头也横在空地旁边 就等着房三喜吩咐那些打下手的工人 和他一起做馆 在房三喜的指挥下 一群人开始热火朝天的干活了 到了傍晚 一天的活结束了 其他工人都去吃饭了 房三喜看着这个木头搭成的轮廓 正准备往屋子外面走 他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屋子的正中间 他的周围出现了一个闪着金光的八卦 这个八卦的上面还有一些佛经 而他觉得自己的脚下 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 他低头一看 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全坐在地上 房三喜有些好奇 这个毛茸茸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赶紧从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上下来 蹲下去观察 他却看到一个白色的雪球慢慢的张开 伸出了四只脚 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呀 是一只白色的狐狸 这毛色真的太漂亮了 房木讲 吃饭了 你在干什么 我们都等你呢 门口有个工人 对着房三喜喊了一会儿 直接来到他的面前 房三喜说自己要回房换件衣服 让他们先吃 工友说道 那你快一点啊 接着就匆匆的走了 房三喜一回头 那只白色的狐狸早就钻到旁边的麻袋里躲起来了 他听到工友的脚步声走远了 便又从麻袋里钻了出来 用一种好奇的眼光 看着眼前的房三喜 接着就倒了下去 房三喜这才发现 这只狐狸的脚受伤了 房三喜是个木匠 自然略懂周易 他猜想这只雪狐 肯定是当初造房子的时候 柳家为了镇着座宅底 拿活物来压在底下的 前段时间波斯猫死了 应该是这狐狸想逃出来 八卦里的气息外泄 波斯猫受影响才死的 看着地上的八卦 房三喜有些生气 为了镇自己的宅子 竟然不惜牺牲这些小动物的性命 他赶紧从腰间拿出一张符 将地上的八卦给重新封住了 但是狐狸却被他放在麻袋 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房三喜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狐狸脚上的血迹给擦干净 然后用自己带来的药粉撒在上面 再用布包起来 狐狸好像将房三喜 让成了自己的主人 一直粘着房三喜不让他走 此时另外一个工友又过来催他吃饭 他赶紧将狐狸藏到自己的被窝里 轻声说道 别吵 被人发现就不好了 狐狸似是听懂了 他在被窝一动不动 等着房三喜回屋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只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房三喜就和那些工人 将刘老爷家倒塌的那个房子给建好了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狐狸脚上的伤也一点点的在恢复 在房三喜要走的前一天 他拆开狐狸脚上的布一看 伤口已经好了 于是他趁着夜色 将狐狸送到柳家的后院 说道 小狐狸 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可不能和我一起出门 我若将你装在麻袋里 会被人发现的 现在你就逃走吧 别再被人抓住了 狐狸从后门跑了出去 他跑了一小段路之后 又回头站直了自己的身子 用自己的前肢 对着房三喜一直朝拜 接着就消失在夜色中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刘老爷给大伙发完工钱 请工人们吃了一顿午饭 然后就个字散去 房三喜拿着工钱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路过卖烧鹅的店 想到以前儿子还在的时候 他每次经过这条街 都会带点好吃的回去 套劳一下李沈 现在妻子和儿子都不在了 他一下子就失去了动力 钱揣在口袋里 都不知道买什么 他常常问自己 挣钱还有意义吗 想着想着 房三喜变叹了一口气 此时的他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山路 累得脚都有点酸了 于是就停下自己的脚步 找了一块树荫 靠在树荫下睡着了 他还没睡一会儿 就有一个小女孩将她的身体给摇起 小女孩用奶声奶气的声音说道 大叔 快醒醒 大叔 别睡了 房三喜睡眼轻松地睁开眼 看见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穿着一身洁白如雪的衣服 眨巴着大眼睛 站在自己的面前 他好奇地问道 小娃子 你是走丢了吗 你家在哪 是要我送你回家吗 话音刚落 就有另外一个白衣女子出现在他面前 这个白衣女子好像会法术 是一下子变到他面前的 白衣女子跪在房三喜的面前 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说道 恩公 多谢你救了我的女儿 大恩不言谢 房三喜根本就不认识眼前的母女 不过他看着小女孩对自己眨眼的样子 觉得样子有点熟悉 他一拍自己的脑袋 然后说道 你是那只小狐狸 小女孩蹦蹦跳跳 开心地喊道 哦 他想起来了 娘 恩公记得我 房三喜摸摸自己的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也是举手之劳而已 本来抓活物镇屋子就是一种禁术 我们这些木匠是不会做的 房三喜说完 就看见小狐狸的母亲表情严肃起来 然后说道 恩公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你到家之后 就去隔壁偷只鸡 将最大的那只鸡偷回家 知道吗 隔壁 你说李沈家吗 为什么要去他家偷鸡 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的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房三喜有点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表示自己是不会做的 可小狐狸的母亲继续说道 你一定要去偷 不然的话你的孩子就永远也回不来 什么 孩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房三喜刚想进一步问清楚 天上就开始打雷了 女子大喊 恩公 我不能和你说更多了 你一定要听我的 记住 接着女子就带着小女孩走进了一片迷雾中 房三喜想追赶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房三喜大喊 你回来 回来 房三喜这才从睡梦中醒来 他看了一下快要打雷的天空 才发现原来刚刚只是一个梦 还好还好 他低头一看自己的裤子 上面都是白色的狐狸毛 难道梦中的情景是真的吗 他摇了摇头 不敢多想 就继续往回家的路走了 等他到家的时候 天已经暗下来了 正是睡觉的时间 村里漆黑一片 房三喜正要进家门 路过李沈家门口的时候 发现李沈家的鸡一直在叫 他又想起下午在山上做梦的情景 既然和自己的儿子有关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爬到了李沈家的鸡舍里 吹了一下腰间的火折子 然后从鸡舍里找了最肥的那只鸡 抓住翅膀就往外逃 就在他逃了两步的时候 一不小心踩到了鸡舍门口的竹竿 一下子就栽倒在地 惊动了李沈一家 他还在地上没有爬起来 李沈和他的丈夫就已经跑出来了 李沈的丈夫刘老汉 用灯笼往房三喜的脸上一照 认出了他 对旁边的李沈说道 你看看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好邻居 三更半夜来偷鸡 被我抓得正着吧 李沈也有点不解 他赶紧问道 喜子 你一定是有什么苦衷的吧 之前还带烧鹅给我吃呢 怎么会来我家偷鸡 房三喜也不知道 自己要怎么和李沈解释梦中的事情 就算他解释了 对方也不会相信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是了小偷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房三喜手上的鸡 发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对着房三喜不停地哭泣 李沈和刘老汉 还有房三喜以及周围赶过来的那些邻居 都吓了一跳 这到底是鸡还是妖 怎么会发出人类小孩的哭声 大家都害怕的四散开来 此时从鸡舍里跑出来一只黄鼠狼 这只黄鼠狼张开大嘴 想要去抢夺房三喜手上的那只鸡 房三喜一直处于戒备当中 所以当黄鼠狼跳上来的那一刻 他用脚一脚踹开了黄鼠狼的身体 他这一踹 刘老汉开始急了 他对着房三喜大放厥词 这黄鼠狼我养的 你凭什么踹他 快将我家的鸡给还回来 房三喜觉得此时蹊跷 这鸡怎么会发出小孩的哭声 难道说这小孩是自己的儿子 这就更不可能了 村民们围着三个人看热闹 此时夜空闪出了一道白光 一只白狐踏着翔云而来 白狐在天上射出了走马灯 故事一幕幕出现在大家面前 大家这才知道 黎沈的相公刘老汉 不满自己的妻子试试帮助房三喜 就和黄鼠狼做了交易 让黄鼠狼夺走房三喜的孩子 将孩子变成自己鸡舍里的鸡 等到时机成熟 黄鼠狼就会吃了这只鸡 就能提高自己的修为 刘老汉则为黄鼠狼提供休息的地方 让黄鼠狼在自己家的鸡舍里住着 看着这孩子长大 若不是今天房三喜受白狐 在睡梦中的指点来偷鸡 恐怕过不了几天 他的孩子就要被黄鼠狼给吃掉了 李沈看了之后 拿起旁边的扫帚 对着刘老汉就是一顿打 而黄鼠狼见自己的计划败露 刚想逃走 却被白狐用一道光缠住了身子 白狐一吼 黄鼠狼的身体就灰飞烟灭 房三喜手中的鸡 便回了自己的儿子 好像是受了惊吓 对着爹爹一直哭个不停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儿子终于回来了 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 天空中的白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后 刘老汉却变成了一个哑巴 不仅村子里的人不待见他 就连自己的妻子黎神 也不看他一眼 刘老汉就像是一只过街的老鼠 人人喊打 儿房三喜 带着儿子茁壮成长 还将自己的一生本事交给了儿子 谁见了这夫子俩 都觉得是大好人 非得夸上两句不可 精彩故事接着看 男子返乡 剑坟头长舌果有蹊跷 他抄起铁棍砸下墓碑 明朝年间 西洋村有个叫段小虎的男子 如今已经十六岁了 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因为家里穷 跟着认识的人去外省打工 结果一去就是十几年 再也没有回来过 段小虎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他更多的是从母亲的嘴里知道父亲 他原以为父亲会在某一天忽然回来 可是他日盼夜盼也没有盼来父亲 倒是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母亲临时在段小虎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由于没有盼来自己的相过 家里的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于是就将段小虎一个人放在家里 去村里找了最脏最累的火儿 给村里的人挑大粪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临时靠着微薄的收入 有时候再去山上摘点野菜 终于将段小虎挤养到了十六岁 段小虎看母亲 每天推着装有粪桶的板车 被村里的人嫌弃着 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希望能快点长身体 帮着母亲做事情 如今的段小虎已经十六岁了 他终于能帮上忙了 刚过完十六岁的生日 第二天 他就早早的起床 看到母亲又要去推粪桶 他就连忙拦下母亲 让母亲在家休息 他去推粪桶就好 临时却一把推开儿子 生气的说道 孩子 这推粪桶是最晦气的工作 你一个男子汉 身体强壮 干嘛要去干这个活儿 受这个罪 干了这个活儿 以后在村里人面前 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你别过来了 临时说完就将段小虎 从自己的身边推开 急匆匆地出门了 段小虎叹了一口气 他想心疼母亲 都没有那个机会 反正都起这么早了 不如拿着竹框和镰刀 上山砍点柴 顺便挖点野菜 既然娘不让我帮他推奋车 那我就让他一回家 就能吃上热乎的饭 段小虎想给母亲一个惊喜 等母亲前脚刚走 他就瞒着母亲 从村后的另外一条路上山了 他走到山上之后 找了好几块地 终于找到了一片野菜 长得很好的地儿 蹲下身子就将脚边的野菜 一颗又一颗 往自己身后的篮子里扔 觉得差不多了 就将野菜放一旁 又开始砍柴 段小虎一边砍柴 一边往村子里看去 他之所以选在这里砍柴挖野菜 就是因为这里的事也好 他低头朝山下望去 能一下子就看到母亲的粪车 在一家又一家的门口停留 这会儿刚好忙完 他往山脚下一看 母亲的粪车停在田边 人却不见了 兴许是母亲去收粪了吧 段小虎觉得自己也有点累了 就坐在山头 一直看着母亲的粪车 奇怪了 母亲去哪了 这份车已经停在田边好久了 就在他开始着急的时候 打了一个喷嚏 等他打完喷嚏睁开眼 母亲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 重新站在粪车旁边 开始忙活起来了 段小虎这才放下心来 他站起来准备继续砍柴 就在转身的时候 却看到母亲的粪车 往他的身上整个翻车了 粪车上的粪桶 全都倒在了母亲临氏的身上 他的身边没有人 只有村中几个种田的人 捂着鼻子远远地对着临氏指来指去 不用想 肯定是一些不堪入耳的污秽之语 无非是说母亲临氏晦气之类的话 下边的人还在指着临氏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都对着临氏指指点点的 段小虎嘴里面道 糟了 我就说我今天要跟着娘亲 不该来山上挖野菜 真是的 段小虎说完 就背着竹框往山下跑去 他要赶快跑到母亲的身边 可不能让母亲被人给欺负了 就在段小虎的脑袋里 不断浮现出母亲被大家责骂的画面时 就到了田边 他拨开人群往里挤去 却看到粪桶已经全部掉下来 将母亲的身体给压扁了 此时旁观的人 全部都嫌弃 临氏的身上都是大粪 没有一个人上去帮忙 段小虎连忙过去 踩着地上洒落的粪水 还发出了嘶嘶声 赶紧将母亲身上的粪桶给推开 一个个盗版车旁边 母亲临时的身上一股味道 可是这又如何 这可是自己的母亲啊 段小虎二话不说 就将躺在地上的母亲抱在怀里 往家的方向跑去 他想跑快点 却总有人围着他看热闹 一向脾气温和的段小虎 发出了咆哮声 你们都给我滚开 我娘要是死了 你们负责吗 他这么一吼 人群中就开出一条道来 段小虎从人群中出来 终于到了自己的家 他去打了一桶又一桶的水 将母亲身上的粪水给冲洗干净 等终于没有味道之后 母亲临时才去洗澡换衣服 临时换好衣服出来 段小虎就已经煮好午饭了 临时刚坐到饭桌前 就忽然站起来 说道 哎呀 刚刚板车就那样横在田边 粪水到了一地 我先去收拾吧 村里的组长要是知道了 肯定要说我了 段小虎站起来说道 娘 你别管他们了 等吃完饭 我去给你收拾 你天天在村里给他们挑大粪 他们不但不感激 你看看你躺在地上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在那里看着你 这算什么事儿 娘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以后让你过上好的生活 你以后不要去挑大粪了 我已经十六岁了 我去县城找花做 我要挣大钱 临时听了热泪盈眶 他没有等来丈夫 却养了个这么懂事孝顺的儿子 他觉得这辈子值了 临时一哭他手上的筷子忽然掉落在地 整个人晕倒在桌子上 在他往地上倒的时候 幸好被儿子接住了 段小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的手接住了母亲的后脑勺 怎么觉得头发上湿搭搭的 将手拿起来一看 竟然发现了一大滩的鲜血 这是从母亲的后脑勺流出来的 他二话不说 就将母亲抱到床上 然后就去找大夫了 大夫来看了一下 间段小虎拉到屋外 说道 你母亲常年辛苦工作 体质不好 再加上撞的又是后脑勺 我就是开药都没有用 这几天你好生照顾 多和他说说话吧 也准备准备后事 大夫说完就无奈地摇摇头 然后走了 段小虎的心就跟针扎一样疼 他来到母亲的床前 跪在那里 自责地说道 娘 都是孩儿不好 没有好好保护你 如果我今天陪着你去 你就不会这样了 可能是每一个即将离世的人 都会对生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即便儿子段小虎不说 临时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 忽然从胸前拿出了一颗珠子 对段小虎说道 小虎 娘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这颗珠子是刚刚在路上捡的 我觉得很漂亮 就想送给你 你一定要保管好 看到这颗珠子 就好像看到我一样 临时说完就永远地 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由于段小虎家没有什么钱 就算办丧事也没有人会来 在村里人人都看不起 因此母亲一死 他就将母亲用草席裹起来 草草地送到山上匆匆地给葬了 段小虎回到山下 他想起和母亲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 母亲还惦记着田边的粪车 于是他就去田边看看 这几天粪车有没有被人给处理了 果然 这份车还和前几天一样 原封不动地立在那里 本来是打翻的状态 都没有人上去将粪车给扶着 没办法 这份车实在是太臭了 村里除了自己的母亲 怕是没有人愿意去碰这污秽之物 眼看着田边的人多起来了 有人拍了一下段小虎的后背 说道 你是那个推粪车大婶的儿子吧 这几天粪车躺在这里臭死了 你快叫你娘把这给收拾干净了吧 不然我们这些人还怎么过这条路 我来给你收拾 我娘已经死了 早上刚刚送上山的 段小虎说完就眼睛变红 含着泪光走向粪车 她万万也没有想到 母亲都死了 村里人还想着让她来推粪车 这个村子 她还是早点离开为妙 等收拾完这一切 她回家睡了一觉 天还没亮 就往后山的方向走了 她要从后山出发 这是通往县城山脚的捷径 等她到了平时看村子的那块草坪上 往山脚下看去 再也看不到母亲身影了 她才死心地继续往前走 紧赶慢赶 她在中午之前 终于到了县城 段小虎一边走 一边向过路的人打听县城的情况 终于被她问到了 最热闹的那条街在哪里 她根据陌生人给她的指示 到了闹市 看见来来往往的行人 不禁停下自己的脚步 这县城的人和村里的就是不一样 村里的人穿的都是粗衣布皮 这县城穿什么衣服的都有 有些样式的衣服 她从来没有见过 看着可新鲜了 段小虎看着迎面走来的一个人睁不开眼 因为这个人正扛着糖葫芦朝她走来 她馋的直流口水 可以看自己的口袋 却没有一文钱 她只好将自己的口水都咽了下去 段小虎这才清醒过来 然后打了自己一巴掌 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行 我得去找粪活儿干 不然就要饿死了 她正说着 肚子就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她只好在旁边找了个阴凉的地儿 往那里一坐 从包袱里拿出家里带出来的馒头干啃起来 她啃到一半 忽然有个穿着华丽丝绸的中年女人坐到她的身旁 看着她的馒头直流口水 段小虎看这女人的穿着 肯定不穷 她往旁边挪了挪 离这个中年女人远一点 哪知道段小虎向旁边挪多少位置 这女人也和她挪了同样的位置 就是要紧挨着段小虎 看着她手中的馒头 段小虎觉得这女人真是奇怪 肯定是疯了 赶紧站起来准备逃走 哪知道这女人伸出自己的手 去抢段小虎的馒头 段小虎一直觉得有危机感 紧紧地握着馒头 还好没有被抢走 可中年女人不依不饶 拿自己的身体去撞击段小虎 嘴上还喊道 你这不孝子 连个馒头都不肯给娘咬一口吗 我辛辛苦苦将你养大 你就这么对我 说完就在大街上哭起来 女子越哭越凶 旁边看热闹的人都纷纷围过来 追断小虎指指点点 孩子 你母亲都饿坏了 你真是个白眼狼 大家快看 这里有个不孝子 她母亲饿了 都不给吃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在那里纷纷指责起来 此时的段小虎白口莫辩 就在他不断挥手 向那些陌生人解释的时候 这女子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馒头 在那里大口地啃起来 啊 我的馒头 你吃了那我吃什么 段小虎都要哭了 她怎么这么倒霉 碰见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此时人群中出来几个丫鬟模样的人 抓住女人的手 说道 夫人 我们就一会儿没有看住你 你就闯祸了 要是让老爷知道 我们就惨了 说完就想将这个女人给拉走 哪知道这女人拽住段小虎的手 说道 我不要和你们走 我要和我儿子在一起 我已经找到我儿子了 我不要再和他分开 他刚刚还给我吃了他做的馒头 段小虎一听 就知道这女人肯定是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才变成这样 而他正好失去了母亲 他能理解这种痛苦 于是他便说道 两位姐姐 如果不嫌弃的话 还是先让我将你们的夫人哄回家吧 不过他刚刚抢了我的馒头 你们能不能给点吃的 我真的太饿了 你倒是会讲条件 这不趁火打劫吗 这个丫鬟是这几个人当中的头头 他说完这句话就拿出一包桂花糕 继续说道 跟你开玩笑的 诺 拿去吃吧 段小虎接过桂花糕 就在那里大口吃起来 他还递了几块 给旁边一直拉着他一脚的夫人 两人走在一起 还真的有点像娘俩 就是两个人的衣服显得格格不入 不一会儿就到了一个大宅子的门口 门口的牌匾上写着刘福两个大字 一些人来到大厅 刘老爷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还有他们的养子 也就是刘少爷 刘老爷看多了个人 便询问是怎么回事 但丫鬟说了经过之后 刘老爷觉得这个段小虎还可以啊 自从自己的亲儿子死后 夫人就变成这样了 若有个人能让夫人在精神上 有个寄托的话 或许夫人能好起来 也说不定 于是就让段小虎留在柳家 听候夫人的差遣 刘少爷跳了出来 阻止道 义父 这个人来路不明 万一他想害母亲怎么办 您要三思啊 刘老爷开始犹豫起来 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 夫人对段小虎说道 儿子 我肚子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然后就领着他去了饭桌 刘老爷一看 夫人的情绪很久都没有这么稳定了 无论养子如何阻拦 他都决定将段小虎给留下 夫人一开心 整个刘府都没有那么压抑了 这都要感谢段小虎的到来 吃了饭 段小虎在旁边伺候着 等夫人睡去的时候 他终于可以走出房间了 他觉得夫人也是个可怜人 将夫人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伺候着 就在他经过一个柜子的时候 看见柜子上盘着一条蛇 他走近一看 吓了一跳 可是这条蛇的身体一直盘在那里 好像有点不对劲 于是他又走了几步 才发现这蛇的身体缠着一颗珠子 这颗珠子和母亲临死前 送给他的一模一样 母亲虽然嘱咐他要保管好那颗珠子 可段小虎觉得那颗珠子没有用 就把珠子当成了陪葬品 和母亲葬在一起 难道这珠子会跑 怎么跑到刘府了 他正纳闷呢 进来的丫鬟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小声说道 夫人睡了吧 今天辛苦你了 那蛇是假的 是柳少爷放在夫人的房间的 说是能保夫人身体健康 原来是假的 段小虎又看了一眼 便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 他今天太累了 刚闭上眼睛 就沉沉地睡去 没睡一会儿 他的脖子就被人乐住了 在床上辗转反侧 拼命挣脱 终于将脖子上的绳索给拿开 他气喘吁吁地坐起来 才看到眼前有一条蛇 这不是刚刚的丫鬟和他说的假蛇吗 怎么爬到他的身上了 段小虎震惊之际 这条蛇开口道 我闻见你身上的味道了 你是不是见过我娘子 他的蛇珠是不是在你身上 你一定要将我娘子的蛇珠和我的放在一起 这样才能救柳夫人 你说什么 蛇珠就是我娘留给我的那颗珠子吗 可是我早就已经将珠子和我娘的尸体放在一起了 段小虎还没说完 那条蛇就不见了 他拼命喊着 吓出一身冷汗 忽然睁开眼 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 第二天他伺候夫人的时候 看了一下那条假蛇 发现蛇的姿势和昨天不一样了 难道昨天真的是蛇托梦吗 不行 他得回母亲的坟墓 将珠子取出来看看 于是他马上向刘老爷请了假 说家中有事就匆匆走了 在返乡的途中 他累得气喘吁吁 不过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他一刻都不愿意停下来休息 下午的时候就赶到了母亲的坟头 他惊奇地发现 母亲的坟头长出了一些果子 这些果子的外表 像蛇皮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蛇果 他觉得是有蹊跷 就往前凑近蛇果 想摘一个下来看看怎么回事 可当段小虎刚摘了一个蛇果在手上 这蛇果就变成了一根铁棍 他的脑海中又响起了梦中那条蛇的声音 快将墓碑砸破 取出我娘子的蛇猪 段小虎跪下来 说道 娘 我只是想知道怎么回事 请你不要怪我 我马上就会将墓碑恢复原样 说完就抄起铁棍砸下墓碑 只听见砰的一声 墓碑被砸破 倒在地上 段小虎用铁棍使劲往下面挖 还好家里穷 连棺材都买不起 一下子就看到了裹着母亲尸体的席子 段小虎赶紧将蛇猪取出之后 就将母亲的坟重新填埋 段小虎一路小跑着回到柳家 他的怀里揣着蛇猪 刚进柳家的大门 他怀中的蛇猪就发出了一道光 然后飞到空中 大家都看见 夫人房间的蛇猪和蛇也飞出来 那条假蛇竟然活了 活过来的蛇和两颗珠子都漂浮在半空中 大家看着这一幕都惊呆了 接着整个刘府就被罩上了一层结界 大家在这个结界中 看见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刘老爷的养子 为了害刘夫人 几个月前去山上抓蛇 公蛇为了保护母蛇 被刘少爷抓住了 回到柳家 刘公子利用所学的咒术 将公蛇的蛇猪逼出 还将公蛇的身体定住 看上去仿佛一条假蛇 然后献给柳夫人 说能保他的健康 实则是想逼疯失去爱子的柳夫人 而逃跑的母蛇 在山上生活了几个月之后 找不到自己的丈夫 心灰意冷之际 爬到了西洋村 被正在推奋车的林氏所救 虽然林氏用尽了全力救助 可母蛇还是死了 临死之前 为了报答林氏 母蛇将自己的蛇猪送给林氏 而段小虎一来到柳家 被施了法的公蛇 就闻到自己妻子蛇猪的气息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来到段小虎的梦里 让他去找妻子的蛇猪 如今蛇猪被找到 双猪一气 终于解开了杨子诗在他身上的书 刘老爷看见这一幕又一幕 恨得咬牙切齿 刘少爷的随从看大势已去 便跪下来对刘老爷说道 老爷 一切坏事都是您的养子让我做的 就连您的亲生儿子也是他害死的 因为他有龙羊之痞 看上了您的亲儿子 你的亲儿子不肯就罢 他一气之下就要了您的儿子 得逞之后又想抢夺您的财产 才找了一个恶道士去抓蛇 对夫人试书 把夫人弄得疯疯癫癫 此时的柳夫人也已经清醒过来 她看着一手带大的养子 将她送到了官府 一切让官府处置 柳夫人不想再多说什么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柳家夫妇将段小虎收为椅子 让她学着做生意 而段小虎失去了双亲 对于柳家夫妇的厚爱 她十分珍惜 对他们很是孝顺 双方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他们一个失去了儿子 一个失去了父母 在接触的过程中 以诚相待 用爱互相牵绊 将心理的伤口慢慢给治好 不断地向前看 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